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一段时间都是KPL的转会期 除了活跃在赛场上的选手之外,还有其他选手可能被小伙伴们忽略了 本期视频来看看远离一线的职业选手都在做什么 首先是A级的老帅,在飞飞直播的时候提到过老帅 他说老帅有一份自己的工作,虽然老帅从来没有官宣退役 但是大家都知道,他的KPL职业生涯基本到头了 他曾经带队捧杯,并斩获FMVP 现在老帅在KPL做导播的工作,他可能离不开KPL这个圈子 职业选手把人生最重要的起研丢在了赛场中 离开这个圈子会变得很难,然后是A级无痕 他和老帅是同期的选手,从第一届先隔时期就在 也从那个时期积累了很多的忠实粉丝 从先隔到一笛级,算是无痕的整个职业生涯 转回到A级也只是打了四级,拿到了亚军,随着年纪的增加 操作已经跟不上新人,无痕也几乎专职做了主播 然后是一四二的诺言,诺言在下个赛季可能依然会留在大名单 像诺言这样的选手,要么抄低价挂牌,贩卖贩送 要么挂出去没人买,最主要的是离开了赛场太久 本来打算出道结果却失败了 现在诺言的状态确实不适合上台 而且还有稳定的紫墨在,诺言就更没有机会登场 他目前也只有打打直播,然后再参加一些俱乐部安排的商业活动 是否有机会重回比赛舞台 就要看后面的造化了 我是李飞白,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